謝謝你們 辛苦了 謝謝 一下飛機就直接來到我們的現場 感覺如何 會很累嗎 導演會很累嗎 一點也不累 看到有這麼多的媒體到現場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謝謝 馬大哥呢 我現在一點都不會累 大家因為這樣喜歡我們的電影 還要求我們來這邊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剛剛有聽到說 好像兩位已經有吃了今天的第一餐 你覺得台灣的午餐感覺如何呢 馬大哥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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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특히 저는 碗湯 很好吃 很好吃 尤其是今天吃的 夏碗的湯 非常好吃 很好吃 當然了 當然喜歡嗎 韓國也在台灣的食物是一般的 但是真的到台灣當地吃到發現更好吃 然後有一道料理 我不太知道是什麼名字 但是是肉類的 但是他覺得非常的好吃 好等一下我們把西華飯店都給他翻出來 看是哪一道料理 等一下我們有準備 更多你們想像不到的台灣料理 要給你們吃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好 那我們要先從導演開始問得起 導演我們都知道 因為這部電影是真實事件改編的 為什麼導演想要用這個真實事件來作為改編 然後又為什麼會請馬東師大作出演這個角色呢 讓第二 Dan戲 玩會等爆發出演 cucumbers 一些其實 原請要放到絕 個人媳體訓 決定 這個主題 主題 대해서主題 關於一個主題而決定 主題來ilo 主題後 主題 luckily 這首題是 Unity 新作為人物裡 以上 wel書區 NGO 使用對 stron Olympics forbidden swe 특 在某個場上的演唱會 就是在某個場上的演唱會 有很多演奏 因為 她會很高興的 和以前的演唱會 又是很高興的表演 我們開始做了一個知識的事件 那其實這個電影的主題 他雖然是改編至真實的事件 但是其實在創作的時候 他其實是先想一個電影的主題 來先去構想 然後在以這個主題的前提之下 採取了幾個真實事件 把它聽接起來 然後去做了一個構思 然后另外在选角的时候 其实像我们的这个 极乐对节 他里面是有三位主角的部分 那其实一开始 他选定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马先生 那因为马先生 其实是演过非常多有名的角色 那当初在选角的时候 其实大汗民国 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 但是呢 我们的马先生 他出演过非常多优秀的作品 然后呢 同时他也想借由制部的作品 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不同面貌的马先生 对 感谢更多的魅力 了解 那接下来呢 就要问马东西先生了 那想问一下马先生 我们需要把冷气调低温一点吗 可以吗 那个空调再调低一点 有点热 so hot right 很舒服 可以吗 好 好 我们已经交代他们 把空气调冷一点了 那想请问一下 因为你之前都演的是 很帅的角色 可是这次你说 这个角色是演过最强的角色 这个角色是怎么样 新闻的呢 我现在的角色是有关键的角色 是有关键的角色 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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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其实我们市面上一般的一些 这种警匪的电影的话 大家都知道 警察跟黑道的这种电影很多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警察在追逐杀人魔 连续杀人魔这样子的电影的题材也很多 可是很少是警察跟黑道的人 一起联手之后要去对付杀人魔的 这样子的题材的电影比较少 所以这部分让我觉得它很独特 所以也很吸引我 然后我的角色虽然是主角 可是我是饰演的是接近真的坏蛋的一个角色 虽然我是主角就是接近一个坏蛋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 而且我在剧中虽然演坏蛋 可是还是有一点正义的一个感觉的在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整个拍摄的过程都非常的愉快 那我也想问一下导演 就是因为刚刚马先生有提到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那一开始拿到写完这个剧本之后 但是我从来拿到写完今天的剧本 十年的兄弟了 然後所以呢其實 當初導演在構思這個作品的時候 就很想要展現我們馬先生 不同於大家所知道的 比較不一樣的一面 所以在當初寫腳本的寫劇本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有把他的一些個性啊 一些真實的面貌稍微在 寫劇本的當中就已經融合進去了 對讓他展現出更有魅力的那一塊 你說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有把馬東斯大哥真實的個性 寫進去裡面是 電影裡面的哪一些 橋段是比較偏向馬東斯大哥 本人啊 因為這個電影他很壞耶 很兇耶 我看他感覺很壞耶 怎麼會被發展到的 啊... 對話說 其實我們在馬東斯大哥 馬東斯大哥 非常不有意義的 其實是不有意義的 是說不得的 我很想做的目標,你怎麼搞的? 導演知道他這樣講,因為他在劇中是有一點反派的角色嘛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欸,所以是跟電影劇情一樣,是很惡人的感覺嗎? 但其實他想表達的不是這個意思,他說馬先生其實是非常善感的人 對那他說的真的有這種個性的話 應該是說他比較就是非常的有意氣啊 然後就是非常熱心 就是類似這一方面的部分 然後呢剛才他所說的想要展現他不同的另外一面 是因為他現在為人所知的都是比較有正義的 然後那一種的形象 他想要展現跟不一樣的面貌 正義的一面 對所以導演再三強調 他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人氣 大家不要誤會 了解了解 因為其實剛剛 因為我事先已經看過這個電影了嘛 所以剛剛在後台遇到馬東時代 因為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其實花最多力氣 是在鑽研這個角色的哪一個部分 可是我一旦 一旦這部電影有很多電影 我從前從來 我從來都做了很多電影 所以這部電影 我們從來自於是 那些角色的主意 所以也會比我多 更加強烈的 而在場上 一旦的演出 所以 一旦的演出 那麼 這部電影 我就是我以为我所谓言的阿弹行动时候 以前是有种姿势力准备的角色 有种女性的角色 但是现在还比较柔的角色 更加密度和脑的脑的脑 所以我跟脑的脑的脑色 我以为你会用的练势力 他在彩虾的彩虾的规则 所以,我一直以来拍了很多动作戏 所以,拍动作戏的部分,并不是那么大的困难 不过,在这一部戏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黑道老大 所以,他想要展现出更残忍一点,更冷漠一点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下了比较多一点的风波 因为,像以前如果要演坏人角色的时候 就会想要诠释成个性比较急躁,很容易上火 就是一般的坏蛋的角色,那样子的演技 不过,在这一个角色,我研究过之后 我觉得我要诠释的方式是,可能就是要比较冷静一点 然后,就是比较诱人库一点 然后,会用头脑,要用动脑才行 所以,他在这边,这一个角色是武力跟头脑 是两个一起加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而且,展望的时候,也是故意的放慢一点 就是,语气方面也是有做一点小小的研究 然后,我想说,跟我的对手系的金武烈 做一个平衡 然后,在这方面,就下了比较多的功夫 是,因为其实提到,刚刚马东师大哥提到我们的电影当中 因为,其中有一幕呢,非常的精彩 如果大家去戏院里,一定要仔细端详一下这一幕 是,马东师大哥跟这个连续沙原魔 有一场在雨中打斗的戏嘛 那一场戏,我也会请马东师大哥跟大家聊一下 那拍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呢? 因为,要一边淋雨,然后一边打斗的戏这样子 就是这场戏营主任何看回家 是不是很辛苦呢? 那,如果有绝触的戏 那个戏剧进行戏所 而在艺域剧间面上串剧的戏剧 也有数之后,哪有大不少画像00两个人 有点到一开始 那这个戏目的接触呢 其实,我们本当有很辛苦的戏 那天特别的戏剧 所以,在下雨的现场的状况,拍动作戏的这种经验,我在之前的几部电影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经验。 那不过在这部电影,就是大家在看动作戏其实都一样,拍动作片呢,一样都是非常的辛苦的,那尤其是在雨中拍摄的话当然是更辛苦。 那在这部的这个镜头呢,是在雨中在拍动作戏,那这个是还好,不过我在剧中是我在跟我的那个,这球戏是杀人,我们一起拍,那我要跟他打斗,可是呢我要让他的脸不要露出来,不要让那个镜头拍到他的脸。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大家有靠好,然后很小心的,就是以我的,马公使说以我的脸的一个为主,然后尽量不要让杀人魔的脸露出来,在这个部分可能稍微辛苦一点点。 嗯,是,那场其实是真的是蛮高难度的,然后因为我们是观众在看他,这边小小剧痛给大家,因为有一幕是,有一幕是那个,马公使大哥这样手抓着那个刀子, 然后我闭闭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痛啊! 你现在手没事吧,马大哥? 没错,有吗? 没错,没错,没关系,那就好,那就好。 没事,原来又太美了。 那要问一下导演,为什么要特地选在雨中打斗呢? 为什么晴天不能打斗吗? 就要让他们在雨天讲,很辛苦呢? 有事就需要用评论吗? 某个人 Row次映到最内的 alley前世的痛斗呢? 那对 ли,因为怀毒必然漫无法逃生了テ Genau,因为雨天正要迷日的情况。 在相远的 在那时候把那些人造成厚的作ت 而且这种疯狂的事是 好的那导演是说当然就是这里的在雨中打斗的西设计这个原因其实有几点 首先就是因为他想要在前半段的沙漏魔并不能把他的脸口曝光 对 不能漏出来 所以呢他就可以运用下雨的这个场景 就好像有了一层 有一个理由可以去挡住他的脸 而且雨中的那个场景 就好像隔了一层膜 让人看不清楚 再来呢物比上来说 其实因为下雨他戴着那个帽子 也是一个很好的遮饰 那这些部分是以物理性 就是方面来说 那在情感上来说呢 我们在雨中的整个灯光的设计 跟我们的雨的一个呈现 那拍摄出来的那个画质啊 然后他的一个氛围跟那个质感 就非常的符合那种犯罪电影的感觉 嗯 是 其实讲到这边大家应该都觉得 心里的大哥呢 在这部电影里面哦 他不只是演黑道大哥 其中有一幕呢 他也是一个很有力气的牙科医师 他在用吐手就把一个人的两颗牙子 砰砰 拔掉 因为他是凭自己的IG有折嘛 有个氛围长所里是亚人的照片 在爱情上面 可以跟那样子呢 잠시만 我想要恢复权硬有些标准出所。 可以取endeierten球这个地方。 以前再 39多多好看一部剑 iç生物, malfunction、情况下 gall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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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角度行需要 volumes动物uda 等仅合适的行动 character 提供第一次撑名人和人に就会揍通用感じ 我每天都在拍攝了很多動作戲 大家應該也知道我拍了很多動作戲 比如說《四處列車》或《番街都市》 拍了很多動作戲 各個角色、各個電影、各個不同題材 都會有一些相同的角色和劇情 不過我想在那之中尋找一些比較獨特一點 就是別人可能不曾做過的 可能有的人沒有看過的 比較現隱的動作出來 所以我常常想這些 然後也跟導演一起討論 我之前一直想要拍攝一個 就是像我們電影當中 這個也算劇透嗎 就是人肉沙包這個部分也是 還有牙齒的部分也是 這是我之前一直在想的 然後想說最後一天 我真的想要把它用在電影裡面 這是我之前就想過的 那這一次也是跟導演一起討論過之後 我們想說 那用在我們的電影裡面怎麼樣呢 然後我們就擔心有這樣子的一個 兩個鏡頭 喔 所以這個 原來這個橋段是 馬大哥跟導演一起討論出來的 所以其實真的 可以看得出兩位真的是多年的 好朋友好交情 就直接這樣討論 然後大家去戲院真的要 小心看那個畫面 因為馬大哥你一邊講說 我都覺得我牙齒好像有點痛 會感覺就去 那一幕真的很精彩 OK